第1个 加拿大 澳洲 第2个 加拿大 好臭 究竟是汗臭 加拿大臭 还是其他东西臭 汗 Perspiration 汗的成份 99%是水 另外1% 包括 矿物质 蜜 甲 钙 尾 听起来有点像矿泉水 还有少少 乳酸 尿素 胺基酸 和油脂 其实都不臭 加拿大 有个斯文的名字叫液下 叫液窝都得 这个多汗又多油又甚至多毛的位置 每1平方厘米就有100万个细菌 包括 就是它们将无味的汗 鑽化成净净臭的东西 甲垃底出汗 几百万个细菌就有得开大食会 产生这些恶臭分子 揮发性脂肪酸 Themethyl-2-Hexenoid Acid 中文 不识读 带有类似山羊的气味 是人类液下汗臭的主要成分 Themethyl-3-Methyl-Hexenoid Acid 有小茴香的气味 揮发性流化物 Themethyl-3-Sophonil-Hexenoid 就有点像洋葱的气味 咦 有洋有洋葱又有小茴香 煮什么菜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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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